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无上圣圣 微妙华 无上圣圣 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魂得受慈 我今见魂得受慈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纳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纳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京圣教 一经大学 贤士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追节继续来谈解佛说 《三世英国经》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不信英国 事实上英国是永远存在的 天上 人间 地域 英国 女报不爽 有的年轻人 他还提出来说英国 拿出来让我看我才相信 很简单 你现在开始不吃饭 就是因 再过三天后 变成若包骨在那边皮皮爪 那是果 我学生说 书啊 你怎么要这样跟我比喻呢 不知道怎么比喻 最简单嘛 你现在要考试了 因 这叫考试 但是你 不读书 你考试一定会大调 那就是果嘛 所以学生呢 我们的学生弟子就 叔那我相信了啦 叔公你不要责备我好不好 我谁责备你 告诉你英国 你孝顺父母 一定会得到父母的 安心安 你孝顺父母 你的子女一定会孝顺你 回想 我在开智慧的时候 有一位老菩萨呢 带着他孙子要来开智慧 那么老菩萨呢 当然成孙子嘛 那我要跟他开智慧呢 我说你爸爸怎么不带来 我说你爸爸怎么不带来 我的爸爸 他没有时间呢 我说你骗我 你怎么你爸爸没有时间 这小朋友呢 8岁了 他说我说 他说我的爸爸 对我的阿公 吃饭的时候都用破的碗给阿公吃了 阿公呢 他也不会计较 我爸爸 我说那那么你吃的碗是怎么样 很透明很漂亮的 白白的很漂亮的 要想 我和你姐爸爸 不得好不好 对父母不孝不好 那我小菩萨说 我才不理我爸爸呢 他对阿公不孝 我也会对他不孝 我开智慧完回去 就跟着他爸爸说 叔公在骂你啊 说你对阿公不孝 他爸爸说 你对叔公讲的是不是 没有啊 我是说说而已啊 没有讲说说而已 啊所以 这孩子也8岁了 他也懂得人情束故了 所以他刚才就不读不读书 你看你爸爸怎么办 啊所以 孩子会过后回去就很认识读 他爸爸问他说 你现在怎么那么喜欢读 因为我要好好读 以后可以对你不孝啊 孩子的爸呢 孩子的妈听了 抱着大哭 说他们生活没有注意到 老人家心里的想法 所以我们对父母讲话 一定要很小心 这也是孝道 又曾经一位老信徒 他问我说 叔啊 英国 对孝怎么来讲的 以你的法文 来缠结让我了解 我好啊 人在世界上 对父母的笑 不是说每天煮很好吃的饭 给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吃 这是应该的责任 爸爸就做事业 绝对要很小心 做失败了 爸爸妈妈会怀劳 这个就是不孝 大不孝 所以这因为我们的老信徒 那我懂了 难怪你都一直在讲风水 风水和疫情 就是像大像的指导师 一经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可以不可 对与不对 对了 爸爸妈妈 列祖列宗 就心安了 就是大笑 你做错了 那你的父母 一定烦恼多多 所以这就是大不孝 早上我们吃饭 早餐的时候 我们台北 巴德道场 巴德路道场的 我们的 法师 圆祖法师 把他讲了 他的心声 很感恩王产老祖 把他爸爸 往生的时候 把他的住家 来全部捐给王产老祖 供养王产老祖 所以老祖 恕他这个 叫做孝心道场 他还没进入中午以前 把他爸爸 把他们就喜欢 参加 经济环种的买股票 结果股票 差一点输光光 后来民主法师来读我们大恩寺五届的 把他知道 已经风水以后 所以不会把钱 输光光 所以他爸爸要往生的时候 然后又将房子 来捐给王产老祖 作为我们洪华立生的一个道场 把他在爸爸领钱 拔杯 捐给谁都拔不杯 捐给王产老祖 我们公德会基金会才年年转 三杯 所以捐给我们 台北市 作为孝心道场 在那边接吟一些有缘的 十方善之士 诸天圣神佛菩萨 来孝心道场 加持守护 这个地区的 亲朋好友 还有十方善心大德的平安 这个就是孝道 原主法师 很高兴的 和妈妈 兄弟姐妹 很高兴的把这栋房子 价值好几千万的捐出来给老祖 这个也是孝道 也是因 也是果 在台北市市中心 有一个好道场 在那边上课 这是果 果因 就是原主法师 他爸爸没有 把这房子买股票把它当掉 所以果 我们就有这一家道场 知道吗 这样 你要捏掉 直接拿来建设道场 给大家更多的人 可以修道 这是果 果 造成社会的和谐 家家富富平安 家家富富和谐 这集是因果 所以三世因果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叫做三世 前世 先世 多久呢 我们当下 现在的烦恼 是累积以前的烦恼 所以 我们在 微信正殿 以前大雄宝殿 盖好之后 每个礼拜都有四五天接受人家来问事 有一天 突然间我两只手不能动 酸啊麻 晚上两只手没有地方可以放 很难过 我要去找 医师 打针 伏药 要国树树 怎么样呢 闭妹差不多 一个礼拜 还是照常 如饼如生 我看 母无法的啊 我就静下来 打坐静下来 我就在 我的眼前 视线一个年轻人 穿着很 不整齐的 从前在大陆 很贫穷的时候的衣服 在我眼前 我说请问你是 哪一位菩萨呢 因为你看了穿了拉里拉踏的 不是阿罗汉就是菩萨 就是金刚护法 我问他 你为什么 穿这么烂呢 一直我还有一个共高薪 那么这一位 看了就二十几岁 才话说从前 在1170几年前 我们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虽然 的地方 乡下 就去砍财 和隔壁的 去砍财 砍财完了 回来 急急忙忙要回来我就挑了一旦回来 没有想到 恰挑的那一旦是 比较大的 比较多的财 回来就放了也没有 管他 但是呢 隔壁的 他呢 回来被妈妈 打 骂 说你为什么 只有减缩一点点的财 所以他就很 不甘愿了 气恨 就 妈妈说 吃杯水 先挑走了 所以他害得他被打 被妈妈打 所以他怀分在心 说我 以后 死了之后 无论多久 我都要找到你 1170年前 现在 终于 找到了 找到了 所以我两只手 很麻 又不是 什么那女个生骨素都不是 就是因果病嘛 台湾一瓶 英国成功妙 一生 那我才 跟他说 那我现在在休息了那么久了 我现在给你台币你也大陆用不上 大陆用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钱币 我是台湾银行的钱币 你用不上 只有用佛法还你 那我在 这里在 台湾 在生活室 在每天 帮忙 人 指点迷津 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你 我用 5天 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你 好不好 害逃 7天 也害逃 9天也害逃 11天也害逃 那我干脆 放大了 15天 点头 点头 我就 告诉他 那你每天 要来那里领受功德给你 结果到第15天 15天之内 人特别多 特别多的人来找我加持 灌顶啊 受惊 特别多 生意特别好 这个灵魂界 也很慈悲 他要 讨许做功德 让我收入比较好一点 好 到第15天 到第15天 到那天晚上 晚上到 10点多了 他就 坐在 那 我们的柜子 大殿的农边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做的 我就知道 他要来 收 这个 债款了啦 啊 让我拖到第16天 过晚上的 三更半月了 全部收金完了 加持完了 那时候我已经 身体力尽了 我跟他说 老鼠做足 这一位 我们的邻居 好朋友 啊我欠你的 功德呢 已经 烦了 啊 感恩你 啊 也抱歉 啊那么 久的 啊 让你没有办法去投胎 啊真是罪过罪过啦 我顶三个 摳头 向着他 他坐在椅子上我向着他摳头 三下 就不见了 他不见了 我的两只手就全部又 好了 我到现在 二十几年了 还是相遇无事 我说 拜托我前生前世 若是有什么 啊侵占他人的财产的时候 或是伤到他人 啊请你告诉我不要让我用这种方式 我敢打他 啊就让我两个严靠头有没有帮你 所以这个先是罪业 三是因果 啊你要知道才能还 所以不能还 那也就很麻烦 还有我们一位 师姐 把他呢 啊两个病 一个病 就是常常尿失禁 啊尿失禁呢 吃药什么打针都无效 有一天 他问我 我说 查一查呢 应该你的厨房 照位瓦斯鲁前面下面有水孔 所以你在那边煮饭炒菜 刚好水孔一直往外溜 所以你会 尿失禁 你赶快回去封起来 我要 他说师傅啊 我要叫人来封 很简单 贴骨先勾起来 贴骨勾起来 那天 回去 煮菜煮饭就不会尿失禁了 再过几天 能够把他 用那个 胶把他扶起来 就好了 他过了几年 两三年后 有一天 他呢 晚上 睡觉早上起不来 几乎 身体瘫痪 要子女 把他拉起来 就来到 我们这共修的时候 跟我讲这个问题 你这一次去英国问题 我说你 的妈妈 妈妈他怎么往生的 是不是 常年悦病 在床 所以 这是因 国 就是你要承受 母亲 这个苦国 他会 视线在你身上来 他妈妈 他妈妈就是 老来 常年悦病在床 所以 他妈妈的灵 他就会 到他身上 视线 在 子女的身上 我在赶在三宝寺 有法会 七月份 云南门法会 到三宝寺超度 你妈妈 然后呢 到三宝寺 点着油灯 常年 不灭 的油灯 那 你的病就会好了 所以 他就按照这么做 到三宝寺 点油灯 结果 他的病就好了 现在 也好好 很好啊 所以我们在共修的时候 要各位 点这个 油灯 光明灯 那是在 回向 转师女身上的 祖灵 有病 这 输由 由灯 光明来供养 无病 回向给祖先 给子女 这是这个 功德天 就是这样 所以这都是三宝英国 吕抱不爽啊 希望各位同修 理解到 当下性的三宝英国 在身边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 博物 在身边 英國綠時時刻刻在身邊 在眼前 在我們家的大大小小 上住父母 爺爺奶奶 下至我們這一生 下至我們的子女 都離不開英國 尤其靈魂界的 英國綠非常的嚴謹 尤其我們祖先 每次法會的時候 設立高姓氏的祖先來這裡聽聽文法 一靜下來來看 所有的祖靈都非常的 端莊 坐在佛前 恭聽 所有的一切精寶 曾經 我們有一位信徒 他呢 常常夢到 他的爸爸 說欠人家的錢 上輩子欠人家的錢 要他的 族女來替他還錢 冒到了都一樣 這就是國 那就來問我 叔父這怎麼辦 他爸爸欠的錢 是真是假 欠誰 他也不問 不問你說是誰 反正他就欠錢 欠很多 那我說我們水陸法會到了啦 或是阿彌陀佛法會 到了 你把他按照聯會 我再來注意 來請示 來請問你爸爸 他就 法會就報了這個名 然後呢 我說你要 供養 金銀財博 我們都有固定的 一包一包的金銀財博 你要 跟你爸爸說 這個金銀財博 是替你還債的 給你還債的 好 那好不好 那爸爸很高興的說 好 就這樣以後就沒有再夢到了 這是國 所以 我們每次法會 舉辦 我們這個 這個 超兔祖先 是有 佛法 真理存在的 也曾經一位 信徒 他在美國 把兒子在美國 有一天突然 拿刀子 要來殺他的 姐姐 和他的媽媽 媽媽跟 姐姐跟他住在美國 他的爸爸在台灣 這個問題就大了 所以打電話回來 請示 善爵士 卓會法師 怎麼辦 我 卓會法師告訴我 這個情形 我就馬上 為他聲談 把他受他的這個冤親債主 連位等 然後接引回來 所以 這位法師 他就 很慈悲的 馬上跟他聲談 他有很多出家 你 在那邊 善爵士 修行嘛 所以 在美國 就醒來了 要接引回來 要接引回來 又怕說 半路上 飛機上 又 開始 亂起來 我跟他說 不會了 因為他這個怨靈 是你 先 先事 前事 你 在 當兵的時候 吳毅宗幫人殺死 這 這 他兒子 當兵的時候 就 整個美國兵啊 被人殺死了 誤殺殺死了 所以現在找到了 要報復 這一家的工業 是國 所以 這個 問題就大了 引渡到 台灣回來 的時候 仰葬 觀世音菩薩 就持兵 加持 讓他平平安安回來 然後 跟他寫了法語 那時候我也在靈心醫院 我的腳受傷 住院開刀 然後 職位法師 和職位先生 到醫院來找我 我說你這個事情 就是前輩子 你的 兒子 當兵 誤殺 敵人不殺 殺到 夥伴 所以這個英國就來了 那怎麼辦 我 我說你 趕快深喊 職位法師 那裡 要 拜 教他懺悔 誦經 佛經來回向 但是 他 這一位怨靈 跟他說 要美金25億 索賠25億 若是不拿25億美金 還給他的時候 他繼續要再報復 要把全家人殺死 要去哪裡 美金25億 美金25億是台幣多少 六千多億 哇 這現在靠倒了 你趕快求老祖 王燦老祖 和觀念菩薩 觀念菩薩 他不用錢 王燦老祖 他會用錢 所以 一直求老祖 老祖 開車 金銀 財博 還給 摘月燕靈 這都是因果律的問題 全身殺人 這一身人家會來殺 殺我們 有的是借家中的人 子女來殺死 來報復 所以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這件事情擺平了 未來會不會再發生呢 我也不曉得 在告誡我們 人生在世幾十年 我們不要用言語傷人 不要用不好的念頭 來騙人 不要用不好的行為 來 來相互的 殘殺 這個都是會有因果 所以我們才 舉辦 中華民主祭祖 聯合祭祖大典 剛才 我聽到元韻法師 教各位 公唱 祭祖大典的 法儀聖歌的時候 非常的感動 只有這樣 誠心的 以修行的法則 法儀 來招請 列祖列宗朱祖靈 前來授納 祭拜和共揚 天下一家親 世界永和平啊 所以歷史來恩恩怨怨 太多太多的恩怨 才有戰爭不完 從 山竹開始 到現在來發生了 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戰爭 五千年之內 竟然發生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戰爭 每一年多就有一個大戰 一個戰爭 死了多少人的生命 這個都是非常 不好的 所以我們尊天法子 為國修道 為人類的和諧 為兩岸三祖兒女的和平 千秋萬世和平 天下一家親 這個共識之下 我們要舉辦祭祖大典 希望各位 回心閒事 我們明年 1月1日 在林口祭祖大典 我要求 各位同學們 你們多 多多的介紹你們的親朋好友 帶他們來參加祭祖大典 順中追嚴 這個極是和平之道 極是天下太平 天下一家親之道 我聽不懂嗎 我聽不懂嗎 現在你們就開始有計畫的 你們預計要邀請多少人 回来参加祭祀 这是你们的功德 这是种善因 善因一种 你就会有善果 可以丰收了 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 他不以为胆的说 你们办这个祭祀大典有什么用呢 那么多的祖灵 有什么用呢 我说那是我的事 我们维新圣教 王产老祖教主 他所指示的 这是天意和天命 你不要乱讲话 跟我讲讲又有什么关系 回去咯 那天晚上 在家里的大车洗车的车 他说不要来不要来 你不要来 你来你不要把电视 他的儿子跑到台东道场来 问我说他爸爸怎么这样呢 突然间这样 我说你爸爸之前几天 问我说祭祀大典没有什么用 他没有看到这个祖先 怎么样乱讲话 所以多生父母 就会来找他 不要乱讲话 就是因 现在的国就是精神恍惚 那几天 不知道怎么过了 所以 我们 不知道了 不讲 知道了 你就不会讲了 听到不 所以 王产老祖告诉我们 我们要遵循佛说的三次因果经 三次因果 不是在天边 三次因果 三次因果 在我们家里 而不是在别人家 别人家 有别人家的三次因果 我家 有我家三次因果了 所以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要遵循佛说的三次因果经 的真理 用在日常生活中 这极是修道的上圣 心法 你要成就 你要成佛 一定要了解三次因果经 这因果业力的报和赏 报 报不完 赏也赏不完 所以两个在极端的 不同境界 报赏 过有 他的千秋 因为我说过有千秋 有一次 讲到这里 救我们同修 我输啊 那我看 他要复杂到几个四人 千秋嘛 千秋的一千年嘛 我女儿做多少好事 有啊 孩子要出门 我要零用金 我就 布施给他 什么 就布施给他 爸爸妈妈要喝什么 我就买给他 这个我应该有赏嘛 有赏有千秋 这是应该的责任 要更进一步 来修行 所以要用你有机会进入佛法 亲近佛法 你修行的 功德的来回向 给你的 爸爸妈妈 回向给你的子女 回向给你的多生父母 这样才是真正的 行功力的报赏 你的善报 恶报 全部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大家本着 爱的一条心 我们相互的勉励 相互的成就 我相信 尽诸着赤 尽莫着黑 亲近善人 你身边都是善人 亲近恶人 你身边都是恶人 就种恶因 以后一定有恶的国 会发生 所以也因为这句话 我们因为老信徒在台北 但老师啊 我亲近都是 有头有蜜的人 有头有蜜的是人 鬼 我说没有啦 那个比喻 就是道上的朋友啊 我爱啊 亲近当朋友就好了 你不要一起聊下去啊 聊下去有一天 你也真后悔啊 你的孩子现在也在这里 你慢慢等着看 你的爸爸 他亲近 有头有蜜的人 这个因是这样 他的攀元 必定有恶的国 他儿子呢 在旁边 那我也管不了 我的爸爸 他都跟他道上的朋友 道上也很多好朋友呢 不是恶的朋友呢 所以 我告诉他 四口而止啊 结果走走走呢 就走了五年多 五年多之后呢 有一天 人家 在 赌场上 开始 大 大作文章 炸毒 他也被牵列下去 所以 受到恐吓 把他台北市 有三栋房子 全部卖光光来 还赔不够 所以他儿子 也就到宣伙市来 问我这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是你爸爸的学会 人 之来修行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尽诸则 尽末 折黑 我们国小 国中 初中 高中 大学 读书 都有这个教育 不是不知道 这是因果律的 道上 希望各位同修们 你们未来都是人间师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 红法利生 你们一定可以 先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帮助他人 帮助他人 大家都是 从善止恶 从善去努力 然后恶的 我们就 甩在一边 自己好好修行 好好练佛 好好拜佛 礼佛 一拜 消 恒河杀术的罪业 念佛一生 争无量的智慧 所以王胆老祖 要我们 多念经 多拜佛 多诵经 多念佛 这极是 因果律的 暴 上 都在我们当下的 生活圈里面 所以今天大家 从那么远 有着从屏东 从台北 各地来的 同修 在这里 奇迹一堂 我把三次佛说 三次因果经 以本教 的道法 相互的融合 你会发现 事先的因果律 确实 多如牛毛 事先的因果律 随时 在身边 丝毫不爽 绝对跑不了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实际未到 在 前几年 我们一位师姐 和师兄夫妻 他呢 因为做事业 了了不少钱 我说你为什么 你不先用意普卦 可疏忽啊 我当时不敢普 我普得怕 那 普得不好 那我就不敢 投资不敢赚钱 失去赚钱的机会 我在有狗的 老婆 有狗的老婆 可疑 了了条后来 结果把财产都 输光了 那就是 硬容 易经 风水 利人 和利天 最好的方式 所以王产老祖开始了 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大家学易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 大家学易经 身体健康安心安宁 大家学易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大家学易经 公私 客户无欺心 大家学易经 修行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 一条心 大家学易经 国家社会 定 太平 这是因果律 最好的名言 希望大家 本周 人生在世 六时 不知休 等待何时 再来由 我们预祝各位 大家 事业顺利 大家平安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